要说近几年娱乐圈的男女演员也是内卷的非常厉害了 趁着年轻都在拼努力 拼实力 拼演技 在前两年的时候徐凯也只是于正旗下的一名小演员 还记得当时拍完演习公乐名气也不算特别大 甚至有一次徐凯因为名气小没有助理 在出席活动中被人挤掉了摔碎了手机 于正还为徐凯发声 表示自己一定会照顾好自己旗下的艺人 没想到这几年徐凯的名气已经越来越大了 搭档一线女明星 还有不少能拿得出手的好作品 现在正在热播的上时 也是于正为了带旗下艺人推出的一部剧 当时的一哥一姐是徐凯和吴锦言 在去年一姐就换成了白鹿 不过也不得不说于正的捧新人手段是真的可以 旗下艺人演技也都很不错 资源更是非常好 接下来徐凯和杨幂合作爱的二八定律已经在定档 估计四月份有望播出 而近日有曝出徐凯搭档景田乐游园这部古偶新剧 徐凯真是男版赵丽颖了 从没有名气靠自己的实力打拼上来 如今有了地位也没有绯闻 一心只想拍好剧 网友都表示 堪称劳模 徐凯也懂得知恩图报 带着欢愉的新人一起拍戏 景田凭借大唐荣耀和思腾也是彻底翻身 成为一线女明星 这次徐凯古偶新剧搭档景田的路透也让不少网友们十分期待 两人的古装扮箱都很好看 清纯可人 特别是景田的古代军装很是酷萨 徐凯也更不用说气质是真的绝 大家期待这部剧的播出吗 是否也觉得徐凯像是男版赵丽颖呢